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晚上6點多,又在拍影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的日線圖,暫時看到二浪就完成了,這裡是1,2,1,2,1,1浪,這裡是二浪,然後這裡是一浪,這裡是二浪 這一個是一浪,其實就是這裡的三浪,這裡是二浪,這裡的三浪,這裡的三浪,這裡的三浪,這裡的結構也應該已經出現了 可以去小時圖看一看,看一看二浪的結構 那就是一個五小時圖看看 這裏五小時圖,看到W是用ABC去走,然後Y浪也是用ABC去走,然後Z浪也是用ABC去走,然後Z浪也是用ABC去走 所以現在就不應該跌穿這個位置,如果這個三浪是成立的,這個位置就不應該再跌穿了,所以現在就要留意了,這個位置就不應該再跌穿了,跌穿的話,這個看法可能要再改變了,如果不跌穿的話,其實就開始三浪了,即是逐漸 逐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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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漸 逐漸漸 逐漸 逐漸 就是這樣看法 現在看看現貨的日線圖,昨天說到已經由一個沒有收在3MA上面,已經是收在3MA上面,即是有一個轉勢的信號 那今天呢,他也說過,今天有3MA以下的地方,其實都會托回上去,因為他上一天已經收到3MA了,所以今天都趨向他收在3MA上面收市 所以今天在3MA以下的地方,其實就是一些可以看好的地方 那最後就開始有些羊竹出來了,應該就開始上了 那看看IG的日線圖,IG日線圖所說的時間周期,也是昨天結束了,就收了音竹 昨天結束了音竹,說過這個時間周期之後,就開始出聲浪 那看看小事圖,小事圖的話,昨天晚上就落過去,試過前面的底,但也沒有跌穿的,這個位置就稍微高前面的底少許的,沒有跌穿的,所以這裏有機會是一個,這裏有機會是成立了一二浪的,那 那如果用MA的角度來看,今天就上到89的站長站穩了,IG就去到89站穩了 這裏有機會是一個,這裏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就是,下一支開始就開始很快就去下一條的MA了,即是站穩了89,就看了44 那他這下站穩了,所以他最終應該會碰到這條MA的,差了就是他直接去還是中途是反復一點的,看到他這裏因為都升了一陣比較久的一個升幅,所以就做幾支的竹去調整這個浪 然後調整完之後,就是逐漸向這條MA進發的,那這裏看看上陣指數,上陣指數就開始著5浪,即是某個級別的5浪,那這裏是某個級別的3,這裏是4,然後就開始這個5浪,那這裏會升穿這個頂部,那這裏看看5小時圖 裏看見到前日看起穿維持上去的5月清潔了,很大機會是週先精準的5浪了,那這裏赢了5sama5小時圖 contents 移動阻力其實是在這個位置,其實已經升穿了,並且沒有跌穿過移動支持,沒有跌穿的,所以就是開始的先浪了 即是上陣指數也是在向3494走,周線圖是在向1比1比例,會到這些位置 碰到之後看看有沒有跌穿短線的移動支持,如果沒有的話可以在一隻上 看看美股,看到這裡是標函白指數,看到它已經在做移刺1比1比2,4小時圖,看到它上次是在89MA支持,然後上了一層 然後上面有MA擋住,然後下了一層,下這層就似乎是一個ABC,又是再次被這個89MA支持 所以暫時來說應該是有機會在這裡做1比2浪,只要沒有收在89MA下面,應該就是開始三藍 美股就是這樣看,美股就是這樣看 看看黃金,黃金就會看到月線圖,因為還在7月,所以還是在55轉折 看見到它還在第55個月,上升的周期還在這裡,所以它還不是跌得太厲害 那當55轉折,可能是沒有太多賣分拖 那賣分拖縮的時候,探友就會開始是佔上風,有機會是 到時就會是下個月偏向看陰燭的下個月,因為它其實是連續8個月的陽燭 即是月線圖,月線圖是8連樣的,由這個位置開始 1,2,3,4,5,6,7,8的迷今個月,其實是做了8支陽燭 做了8支陽燭,很大的機會就是這一支陰燭和下一支陰燭之間會夾住8支陽燭 所以要留意下個月,黃金有機會出現比較大的回拖 而這個是周線圖,周線圖也是這一支陰燭 有機會和下一支陰燭,中間夾住8支陽燭 有機會夾住8支陽燭,所以就比較看淡下個星期的走勢 要留意下個星期會不會再破多一次,再縮下來出陰燭 這樣也可以,所以也要注意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暫時來看下個星期也會像是收陰燭的機會比較大 看看4小時圖,現在有機會在走什麼浪 這裏就不太明顯的,反彈 看看1小時圖,看看浪的結構 這裏就像是5浪,但如果用小時圖就像是ABC的 這裏就像是2支陰燭,1支陽,3支陰燭 有機會是一個ABC,所以要留意會不會有個5浪結構 這裏就像是ABC,暫時可以是ABC,C1,C2,C3,C4,C5 inf Jedi在超減B部位置 prank character 所以暫時也可以是A的,暫時贏眔 然後有B,C agency 然後是C的,暫時還可以是這樣 Ninop 如果這個位置升穿,有機會是1,2,3,4,5 要留意短線破位,如果是升穿也好,有機會先回一回 就算升穿這個位置也好,有機會再回一回,再上升 但如果一直沒有升穿,這個位置是A,B,C的機會也大,只要沒有升穿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位置要留意,留意這個位置會不會升穿 這個位置就是1966那些位置 黃金就是這樣的看法 原油也是在4小時圖的1,2浪拉出來的黃金比例 繼續在這裡玩 他曾經是上過去1比1比例,然後站不穩 站不穩1比1比例就會試回0.618比例 看到試了0.618比例 然後再上去1比1比1比例 這次回落就站穩0.764 這位置就明顯做了1,2浪 在這裡做了1浪 2浪 原背意外就開始跟3樓 至少有長度會在這些位置 到42.79比例 42.79 記住 現在就像是 首先站穩0.618,然後站穩0.764 現在就比較明顯就像在開始了1個星浪 没什么特别,除非它收在这个40.93,0.764这个位置,除非收在下面, 还有再次收在那条89ma的下面,才会改变看法,否则正常常应该都是出1,2,3 今天这条片又拍到这里,喜欢可以给个赞,未订阅,youtube的可以订阅,也可以订阅给朋友看,也可以考虑加入youtube的会员,或者是patreon的会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